鸡扒 相信聽聲音都知道鸡扒很好吃 很多汁,對吧? 所以我們今次還原基本步 講一下少許煎鸡扒的基本理論 Hello,歡迎收看不熟不食,我是Arthur 今集是一個很簡單、很好吃、很便宜的食物 叫做鸡扒 鸡扒很多人都說要煎得脆、夠乾身、夠直 這次就示範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煎得很脆、很乾身、夠直、又不縮水 所以今集是一個非常短的影片 希望大家知道雞扒是怎樣可以很輕易、很簡單 去煎得好吃 希望大家會有所得罪 我們事不宜遲看看雞扒 這個是我們今次會用的雞扒 是來自日本的冰煎雞扒 我們先前早兩個小時之前 就已經是給了一些調味 很基本的鹽、黑胡椒碎 好,今次的雞扒這麼大件 所以就不想一次過煮完 留下一半做這個照燒雞扒給老婆吃 都可以,對吧 然後你看到它有些筋 這些位置,要剪掉 另外就是它比較厚的位置 都要下緊意去剪一剪它 令它平均一點受熱 這些厚的位置,剪一剪它 不用特別去攤開它 這些位置比較厚,剪一剪它 這次這麼大塊,就開一半 這樣吧,好嗎 這個就留給老婆吃 這個呢,就我一會兒吃 好,看到我們的雞皮這麼乾身 是因為我調味的時候 沒有特地去放鹽、黑胡椒碎在鹽這一邊 醃的時候,就這樣放 放油去自然風乾一下表面 我們煎之前,粉都不需要下 就這樣拿去煎 好,我們過去煎餅那邊 眼前的就是煎餅 乾淨沒有油的煎餅 第一件事當然要給油 油的份量就不要太少 因為我們要確保我們的雞皮 能夠煎得平均 雞魚油不夠,就會影響出來的效果 好,然後把雞扒放進去 雞皮向下,雞皮鮮 好,放在這裏 然後把雞皮幫一隻鑊滋潤一下 好,然後開火 中小火去做 那你會奇怪為什麽要這樣做呢 是因為,假如你是預熱油溫 放進去煎,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雞皮會縮得很厲害 我們不需要縮得很厲害 所以慢慢煎 就要用這個凍油、凍鍋 然後中小火或者偏小火去處理 小火都沒問題,慢慢煎 那你煎多久呢 都要煎十多分鐘 如果你太大火,它就很容易焦 那一會兒有些很微妙的變化 我們一會兒會再講一講 好,我們先等一等一兩分鐘 那煎的時候,就會見到它釋放油份 雞皮這個位置 就是沒有肉這些位置,會開始彎起 我們想怎麽做呢 就不要攪它了 就給它一些壓力去按一下 目的就是很簡單 就是要雞皮套進去的位置 都要碰到煎柄,碰到些油 所以油的角色這次很重要 慢慢煎它 還有我們雞排不要剪得太過薄 因為它太過薄,就會變得沒有水分 所以很重要就是我們要慢慢煎 確保雞肉是要厚一些的 所以相對時間我們要多些了 由它煎一下 我們煎了大約四分鐘 你看到油開始多,水分開始釋放出來 那我們要檢查一下雞排 那為什麽要檢查呢 是因為你會知道其實你煎的位置 它會不夠油的,就好像在下面這個位置 然後皮現在是這樣的,微金黃色 碰不到油的位置就洗不到顏色 所以就要把雞點回旁邊的油 轉個圈,就不停轉一轉 令它真的會有油在底部 不是乾煎的 有時看著雞排慢慢煎 這個過程都幾自愈的 不知道大家覺不覺呢 你可以看看我們剪過的根位 它收縮的時候,因為剪斷了的關係 它就不會把雞肉拉到很彎 或者變形 記住,這個位置又不夠油 不斷去重複我們叫做尖油的動作 就令到油真的能夠在雞皮底下 就是很強調這一點 假如你不夠油,或者雞皮是捲起的話 就會出現一些粒位,煎得不漂亮 所以記得,很重要的 有空轉它,就有點細微 不要那麼悶,是吧 雞皮的皮下脂肪都會不斷釋放出來 令到皮更加香脆和更加薄 就不會吃下去那麼膩 好了,我們揭開看一看它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效果 很乾身,脆 感覺到它很硬 好了,煎肉那邊 肉那邊可以開作中火 煎它多久呢 跟皮那邊就不需要煎那麼久 煎它三四分鐘,就差不多了 OK,四分鐘回來之後 雞皮就變成這樣的樣子 這個時候不好吃,我們嘗嘗它 原因很簡單,就是想去降溫之餘 封乾皮的表面 這個時候那個雞皮已經是非常之香脆 你可以聽聲 每一下刮、切下去都是滑滑滑滑的 很爽的 還有你可以看看裡面有多少汁 我不客氣了,先吃一件 說到簡單好吃的 這次這個雞扒真的沒得輸 最後這個不是廣告 不過發現這個XO醬 叫做冷手調味 都挺不錯 手工炒,香港製造 每一粒都是有脆口的口感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試過 在哪兒 會不會有什麼 有這個樣子 有這個樣子 那兒 我可以看到你 我們要推薦 有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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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做的